另外提醒您走在路上碰到了公车 一定要特别小心这公车有视线死角的问题 在台南有一对母子在斑马线上面 碰到了高雄客运一辆公车要左转 这母子两要闪避不及就被公车给撞上了 小孩他的头部肿了一个大包 这妈妈的头颅出血被送进了家户病房 到现在都还没清醒 家属相当气愤的说 事发至今高雄客运的人只来探望过一次 真的非常不负责任 一名妈妈抱着小朋友走把马线要过马路时 突然一辆高雄客运开了过来 驾驶一时没注意到母子两正要穿越马路 就直接开车撞上两人 小朋友当场吓得嚎啕大哭 妈妈则被撞得头颅出血 就进家户病房 永滑路东向南坐左转弯往下淋路时 不剩撞几位妇人几位小孩 家属相当生气 因为被撞的母亲到现在昏迷不醒 尚未脱离险境 事发一个星期 高雄客运的主管只来探望一次 就再也不闻不问 家属还质疑 为什么司机到时才一个多月 就草率让他上路 是不是先前的教育训练不够 才造成悲剧 车后现场监视器拍得模糊不清 柯先生为了找证据 将事发过程普上网 希望好心人能帮忙提供影像 因为小孩不能没有母亲 柯先生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母子都能平安